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非常早出来了 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 然后我已经在乘巴士 今天是一个非常粉丝模式的行程 因为我旁边有三个本人 然后他们三个都是BTS的粉丝 所以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充满BTS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特意拍一个Vlog 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BTS的亢奋是会去什么地方 而且会有多狂 发生了一个极度无奈的事 因为我们本身找了转车的巴士站在1号出口附近 怎么知道我们在1号出口附近 找都找不到巴士站 然后看到地图在某个位置 但其实那里是有巴士站的 只不过是没有了巴士号码 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 我们在那里等 然后我们要等那个360巴士 然后就在我们眼前飞过了 然后我朋友突然生气 就说他以前也曾经试过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 明明地图上面是有车站 但是车飞走了 然后发现它是改了巴士站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那个360 是停在第二个位置 好生气啊 为什么地图会这么不更新的 因为韩国地图一向都挺可信的 但是虽然我身边也有很多韩国朋友 叫我不要尽信 但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真的有点心里面又不快 大家如果都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很大机会 是改了巴士站2 在地图上没有更新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 闪光浴道 要转车 准备一辆巴士 没见过我错过了 我们要等19分钟 眼白白看着车走 然后我们要等19分钟 啊 我们到了 二辆浴 我们在这个巴士站 拿过车之后 然后走过来对面 这边 进去 你好 我们到了 我们踏了个几钟车 终于到了 这个叫做 哇 这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我和三个同行的伙伴之外 是一个人都没有 那里是有些人在做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有 之前我去过一个叫做 遮浴 然后那月我又特意去拍照 那个位置 我觉得拍照是漂亮很多 但是这里我就觉得 如果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MV的话 真的没什么特别好拍 现在我立刻去看房间 就是这个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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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不过那时候他们又下雪了 粉丝们 原来就是这样 特意来 这些偶像到访的地方 然后他们又拿了很多 纸 然后 资料出来 哇 好搞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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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今天的行程都旁闷了 所以我们只是来了大概半个小时 就非常可惜地 就要离开了 然后呢 现在回到家 我要换衣服 因为今天的天气是比上中冷的 然后我们待会去江南 我怕早晚点会更冷 所以呢 都是回来换衣服 就不用病 因为呢 不知为什么我今次起床就一直在吸 我不希望有病 所以 穿多几件衣服很重要 那我现在出来了 然后 见回我的朋友 然后呢 他们买了这个BDS的 这个叫做T-Money 原来是私有得卖 是还在卖 但是呢 我朋友说他找了很多间 都找不到他想要的 然后这张也不是他想要的 不过这张就是他朋友 叫他帮他买的 所以他就买了 所以呢 今天如果是见到SEO的话 他说他们也会冲去找 有没有他们想要的 然后呢 我们在某个站看到这个 Holesop 的牌 然后他们又 在那里拍照了 SEO 他们要进去了 前面两个 他们也是一样 找BDS的T-Money 好了 现在呢 来到新沙站 现在呢 就要吃午餐了 然后呢 就是防弹都去过的餐厅 我们今天要吃 撇边卜 现在过来了BDS 蛇来的餐厅 然后 那个菜单很搞笑 那个菜单的名字 已经是 他们有个食物是直接叫做防弹 就是应该是最多人吃的 这个菜拌饭 我就叫了这个 柑橘汁 这个蒸的蒸饭 我们要吃 然后呢 还有一个service 送给我们的豆腐汤 吃饭 先吃炭酱 柑橘汁 这个超級水 没吃的 在这种东西 有点 好吃 嗯 吃完的 那我们现在就吃了 一个人就是9000 其实我一开始 没有抱任何的期望来 因为我觉得 只是BDS的粉 所以才会来 但是吃下去 我发觉其实这个味道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9000万 就算你不是放弹的粉丝 然后你吃饭 你也会觉得是好吃的 看香草的位置 试不羡慕大家 然后因为其实放弹的公司搬了几次了 他们的旧公司其实就是在餐厅附近 然后我们就走了过来 为什么呢 就因为旁边有很多这些图牙 虽然是没有任何的BTS的成员 照片或者画的东西 但是有很多这些图牙 我猜这些图牙应该是粉丝画的 我猜 粉丝图牙牙 彭坦开听 现在他们打算去旧公司 就是去新的 他们现在这个公司就是在学洞 但是好像当实陆 找错地址 然后现在他们就在找地址 好奇妙啊 因为我常常围绕着防弹的 去编排今天的行程 原来作为一个狂奋制的心情 因为我在旁边一直看着他们 他们很兴奋 一直在 哎呀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然后 是好奇妙啊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 我先找地址 原来我们是找到的 只不过他太不起眼了 就是这一栋 这一栋蓝色 就是一面 但是 这条街很不像会有一个 经纪公司在 就是这里 防弹就会在这里出现 但是看运气了 因为我觉得这里 其实下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瓷砖 然后厕所 买马通的店铺 然后 又见不到有很多粉丝 所以完全不会觉得 这是防弹的公司 可言之我们下一个痕迹 好了然后呢 我们去完公司之后 来到这个新沙洞 怎可以不逛街 所以呢 我们走这个 林荫大道 经常都是这样 不像朋友说要去哪里 然后进去 结果呢 最后是我买东西 我就买了这三个味道的香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牌子 因为后来去欧洲 然后打算带小一点的香水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15秒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BTI的东西 是可以在LINE STORE买的 整层都来了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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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幸福 哎呀 好舒服 LUMBER 5 好棒 好大粒 好棒 Fili边呢 他又是LINE的东西的样子 但是就另外有这个BT21的东西买 其实因为我过来是比较喜欢Cartop多过LINE的公仔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少进来 我记忆中我进过来真的两三次 因为朋友而进来而不是我主要进来的 虽然这次也是因为朋友而进来 但是其实我觉得BT21这些公仔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也开始有点点的兴趣 但是刚才我看了价钱比CartopFriends多了 因为这么大的工作都是3万8万 Tartop好像是不行 好像会穿贵一点点 这个中二生呢? 西卓索 这个是妻子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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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说这个最正常 这三座咖啡怎么知道 她说7点关门了 因为我们很开心地在大宋买东西 没有了 结果慢慢就够了 我们走着 然后 flashlight 然后走着这个 APU zang rotteo 然后来到这边 整个感觉观察很不同 这边是很多国旗 很多非韩式的餐厅 然后设计比较时常感一点 然后找到这间cafe 看不看得到有BTS在這裏 在這裏叫什麼可以拿到他們的QPON 原來是我聽錯 因為我要是QPON 但原來是說給這個CUP Holder 是你要說老闆才會給這個有BTS的CUP Holder 另外還有4張成員們的卡 它是雙面的 兩邊都有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以為是BTS公司製作產品 但原來是粉絲自己和CUP合作當作粉絲 價錢是一樣的 價錢不會特別貴 但你就可以得到BTS成員的人 好 去完CUP後 我就自己一個回到家 同行的三個日本朋友 他們其實去了梨泰園 因為他們說梨泰園有一個BT21的展館 他們就要去朝聖一下 但因為我的時間不是太適合 所以我就跟不到他們去 因為我們今週有了9點 我猜不到今天的行程會是這麼滿的 我以為大概會在晚上吃完飯就會結束 但我們去完CUP後 我們還沒吃晚上飯 但他們比較想去看了BT21的東西 所以沒有辦法 今天的結尾就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結束 但今天也很神奇 就好像是一天體驗作為BTS粉絲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從來沒有試過去追任何的明星 是追得很瘋狂的 而他們是真的特地在日本飛過韓國 然後他們好像來四天還是五天 但他們這麼多的行程 全部都是圍繞著BTS的 這個精神很值得敬佩 但同時也發覺原來韓國追星的方法其實都很不同 而且我覺得粉絲們都會很為大家著想 他們基本上是不會韓文的 但他們都可以在網上找到很多不同的資訊 然後他們好像在Twitter還是什麼地方 就找到一個地圖 就會列了哪一個地鐵站 有哪一個成員的生日應援牌 然後他們每一個站都去了拍照 然後剛才去那個cafe 也不是官方的活動 只是粉絲們自己私下做 那我覺得 整個粉絲應援的感覺 這個氣氛是很不同的 是我第一次接觸的 也覺得很神奇 但今天跟他們相處了一整天 我會覺得作為BTS粉絲們 都應該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是不是? 不知道看這段影片的朋友 有沒有人看ARMY呢? 如果有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個vlog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可以幫我按吧 記得追蹤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洞洞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 就不拍錯過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BYE 謝謝大家